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一点就是简洁但功能强大,没有多余而花哨的功能,必要的功能一个都不差。Blogger自由性最大的地方在于其模板可以自定义,也就是说你可以修改模板里的任何内容,这给那些懂HTML和CSS的Blogger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 不过,Google Blogger的默认设置并没有进行SEO优化,这里就介绍一下使用Google Blogger后需要注意的SEO优化技巧,使用自定义预名绑定,使用Google Blogger建立网站,一个最重要的SEO技巧就是使用自定义预名绑定。 这样的话,即使Google Blogger哪天停止服务了,我们做的网站SEO优化也不会白费,我们还可以把网站内容嵌移到自己的服务器上。 使用自定义预名绑定Google Blogger的方法是,Blogger后台设置基本发布博客地址,将博客地址修改为自己的预名即可。 使用HTTPS 使用HTTPS会让网站更加安全可靠。 是未来网站的大趋势。 设置HTTPS的方法是,Blogger后台设置-基本-HTTPS,将HTTPS可用信和HTTPS重定项都选为式。 绑定Google搜索控制台,提交SiteEmacs。 访问Google搜索控制台,绑定自己的域名。 之后在索引站点地图里提交自己的SiteEmacs。 Google Blogger会在网站自动生成SiteEmacs。 提交的地址是,站点SiteEmacs,XML。 修改robots.txt。 修改Blogger文章标题的位置。 Google Blogger的默认设置,对SEO不是很友好。 文章在搜寻引擎上显示的方式,和一般进行过SEO的网站不太一样。 通常在搜寻引擎上,网页的呈现方式是标题在前,网站名在后。 而Google Blogger却是网站名在前,文章标题在后。 这种显示形式对SEO很不友好。 根据通常认为的SEO程式,一个网页应该是核心关键字越靠前越好,也就是说标题在前。 网站名在后的呈现方式更符合SEO习惯。 修改Blogger文章标题的位置的方法是。 1. 进入Blogger的后台,点选左边功能中的主题背景,再点页面里的修改HTML。 2. 在Blogger模板的HTML代码,搜索下面这行文字。 3. 然后搜索到的HTML代码,使用下面的这段HTML码替换,然后保存主题。 修改文章的固定链接。 Blogger会自动生成一个文章的ARL链接网址。 通常这样的链接网址,不适合SEO优化。 因此,我们可以在发布文章的时候,手动修改文章的固定链接。 修改方法是,发布新文章博文设置固定链接自定义固定链接。 需要注意的是,自定义固定链接的文章一旦发布,就无法修改。 只能删除文章重新发布。 实现自适应设计。 目前的网站大多数都支持手机访问。 使用较多的技术是自适应设计。 Google Blogger作为一个年代很久的见证平台,对自适应的支持并不是太好。 因此为了移动端的SEO优化和排名,很有必要修改模板,使得Google Blogger能够支持自适应设计。 修改方法是,进入Blogger的后台,点选左边功能中的主题背景。 在点页面里的修改HTML。 在HTML头部,增加如下一行代码。 搜索HTML,寻找width关键字,将使用绝对宽度的样式名找到。 搜索HTML,寻找paddingright,paddingleft关键字,将使用这个的样式名找到。 Blogger后台点左侧布局,在底部添加HTML JavaScript小工具。 在博客中,添加自适应样式代码。 不同的Blogger模板,样式名略有一些不同。 最后,进入之前设置的Google搜索控制台。 在增强功能移动设备易用性里,查看是否出现错误页面。 如有错误页面,可使用Google移动设备适合性测试工具进行调试。 优化底部翻页导航。 修改媒体员标记。 自定义Robots标头标记。 好了,上面就是针对Google Blogger的十大SEO优化技巧。 通过这些技巧,我们可以让Google Blogger建成的网站,能在搜索引擎里,有更好的排名和收录。 有没有成本更低,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拍视频的成本太高,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今天推荐一款SEO神器给大家,Cat Video,采用AI引擎,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帮你捕获精准客户。 字幕志愿者 易胜月 接红后 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